这样的话基本上基本上就完事了 但是呢这个后边有个看 这个巨人后边他这哇 他是藏了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拿着什么的老兵戒指 这个戒指不好我被卡住了 这个戒指貌似是会提升 应该是提升弓 提升弓的射程 有时候我们这个弓啊 有时候你这个射远处 别人呢他这个弓箭矢是会往下掉的 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不太好瞄的话 还是把这个戒指带着 这个知道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真不太清楚我都提过 就是fk卡现在我们就回来了 回到了这一个事情来的位置 就是之前这个有两个弓箭手的地方 可以说就很难过啊 那个地方呢我给大家演示 基本上一个肉过的大法 就是直接是一路往前冲 然后是滚多线 还有一个打法是你直接是买这个箭矢 就是是应该是 呃应该是大家没有要去记的话 是在有一个 就是一个不死商人 有两个一个是男不死商人 还有一个是女不死商人 男不死商人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商人 反正是在这个我们之前的那个地方还叫什么 还真不太记得了 应该叫英文短期的叫Undeadberg吧 这个应该叫不死 应该是不死叫区吧 是啊 总之是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女的 女的这个商人是应该是我们去去底层之前 反正在下水道里面的那个女商人呢 她是卖 她卖箭矢 呃 她卖毒箭矢 就是说你要是这个另外一种打法 就是直接利用这个 诶 左下居然是跳的了 是吗 就是直接利用这个毒的毒箭矢 从这个远处向这个 向这个弓箭手去射击 射击之后让他们慢慢毒死 这是另外一点 可能是网上的建议比较流行的打法吧 呃 这样我们现在是正式 前面的是boss战 嗯 还是带这个戒指吧 这个boss战呢 可以说是我 就是说 觉得吧 游戏中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个boss吧 boss之一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这个呢 boss的支术难 就是因为他呢 是一共是有两个boss的 哎 这个呢 这个大胖子 大胖子呢 是会很很重的攻击啊 哇 然后呢 但是这个大胖子 他是弱 他是弱雷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旁边还有一个兽子 这个兽子呢 他呢 攻击是很敏捷 哎 刚才是兽的偷袭了 我们一下 哎 这个直接要闪开 大胖子 直接是跳起来扫地 这样直接是马上写拼 我这个战斗 我的怎么说呢 我 我个人感觉最好的打法 就是西洋来先写拼 拼掉一个 哎不太妙 哎 我是不想 不想打这个人啊 这个长保守 等着给他胖子 估计是会把一会儿把我们锁栏 直接是给 哎不错 这样赶紧喝一个血 喝完血之后呢 这个等于是 会出现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过后 等于是 不管你是先杀死了哪个暴子 剩下一个暴子呢 他会 有两个效果 一个呢 是剩下一个暴子满血 然后他会把剩下一个暴子 把死掉 这个暴子能力吸收掉 像现在我们杀死了 一个大胖子 所以说这个兽子呢 会把这个大胖子的胖数 给吸收下来 然后他也会变成一个大胖 也冒死不是胖的 可能是变大了 这个总之是很危险 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呢 直接 哎 哇 这东西会会跟踪啊 天呐 所以说也是建议大家吧 可以看这招呢 是这个刚才这个大胖子的一个攻击啊 所以说也算是非常的 攻击力非常高 然后大家直接是滚了 就给了 呃 我发还是在这个游戏中 我发现的就是还是最安全的打法 基本上呢 呃 基本上就是 呃 雷的时候呢 他是实际上呢 是一个这个 是一个等于是这个 就是抓拿攻击 他会直接是把我们这个 玩家呢 是等于给拿起来 拿起来的话 是会造成一个持续伤害 所以说直接 哇 被拿到了 哎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是没法防御的 哎 直接是顶血 看他跳起来的话 我们直接是远离就可以了 还算是比较 比较安全啊 但是那个太阳战士索莱尔就比较 比较二了 就索莱尔会被 索莱尔被做死吧 不然索莱尔被做死了 好 现在我们是很危险了 这样呢 先看一下吧 哎 赶紧喝药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柱子 我们可以是利用这个柱子 他虽然会把柱破坏 但是呢 但是他是由于是被柱卡住 所以他是其中是会走不过来的 这样我们是正式的没有了 没有了血 上了人性了 刚才呢 也是非常的不太 不太好了 我也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视野 刚才的一个翻滚是被 应该是被一个这个 应该是被其中一个石柱的给卡住了 所以是真的没有卡开 是没有没有走开啊 不是没有卡开的 我现在也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个boss 我基本上每次尝试都会死掉 这么两次的 这回看一下 哎 好吧 有什么又 每次呢 我觉得就是他发这个 就是发这个 发这个跳跃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这个视角啊 视角是等于是出生了一下 这个小的这么一个 这个还好 像刚才等于是视角 好像是貌似是转了一下 这又要跳吗 又要跳 没有抽到 又没有抽到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他血很少了 但是我们也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还有最后一次 绝戳死了 这样的话这两个boss 这个boss叫斯坦翁 不对 这个东西叫翁斯坦 应该是这么读吧 这两个boss可以说 第一个大胖子 他胖子是弱雷 然后呢 这个翁斯坦他是抗雷 可以说我是选择了 怎么说呢 基本上这个打法吧 就是可能算 我觉得貌似是一个更难的一个打法 就是因为这个boss他怎么说呢 你要是先把这个翁斯坦杀死的话 他大胖子呢 其实会强化 但是强化不了多少 主要的原因 这个大胖子他不是很敏捷 随便打一俩就打死了 所以说这个 我也是选择了这个一种不太好的打法 但是一个好处是 他会给我们一个狮子戒指 你要是先把大胖子杀死的话 这个他是狮子戒指是不掉了 你只有是提升这个 就是提升突刺型武器的反击威力 这么一个一个戒指 所以说你要是想获得这把戒指的话 只能是先选择是 先杀大胖子 然后再杀这个 这个拿长毛的这个人 我还怎么说呢 这个boss只能是只能是多打吧 因为确实是不太 不太好 不太好好打的一只boss 主要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难点 还是主要是在这个 就在他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两只boss同场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非常难的 经常是就是被两个boss连得很惨 最后直接是就是在他的第二阶段打破 主要是因为pg的 你要是被连这些boss 费血瓶费的太多了 像我呢其实也是费了很多血瓶了 可能是会造成一个很 第二阶段很难的 所以说我是等于是走了这么一个 等于是先迅速速杀掉他这个第一阶段吧 等于是用这个雷雷武器 雷雷属性的武器先把他杀掉 但是相应的这个缺点也很明显了 就是由于是这个本身 那个拿长毛这个这个boss呢 他是本身是抗雷的 所以说二阶段打起来会很很慢很慢 所以说也是 不过好在还好我觉得我这个 由于是这个人啊 防防比较高 所以说容缩性还是可以 虽然是犯了一些错误 但是还好是没有没有死掉 这样再升下级吧 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升两级 嗯 可以好的升两级 没有升错吧 是关心是智力吗 虽然没有升错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 就是我这么一个 我选择恶魔枪的一个不太 不太好的地方吧 就是当你打到这个boss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是选择先把这个 拿长毛这个敌人是杀死掉 拿长毛敌人杀死掉呢 实际上是在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杀这个拿长毛的敌人 还算是 虽然是怎么说呢 比较 还是很简单的 因为第二阶段的话 这个比如说你第一阶段 这个boss 太好了 你其实这段 比如说第一阶段呢 这个boss可能说是 这两个boss 这个瘦的有可能说是1500的血 然后胖的可能有2000的血 然后到了二阶段 他们可能这个 由于瘦到强化 可能都是都5000多的血了 所以说你要是拿着这个长毛的话 我觉得你即使是用 怎么这个 菜脚让人关掉了 即使是拿着像我这个一个雷属用武器 第一阶段你要是想把瘦子杀死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 毕竟他的血比较少 等于说 然后你在二阶段的时候呢 等于是直接是用雷武器 打这个强化了一个大胖子 他正好是做雷的 可以说正好是一个 就是简单一点打法 但是缺点就是你没法获得了这个 没法获得他的这个 等于是没法获得boss的这个戒指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是在我们在并村的 去并村之前 下并村 等于是从这个下水道 下水道下并村之前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商人 他是卖一些捷径武器的商人 这个商人 他应该是会直接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等于是可以看一下 银器之盾 防抵挡能力64 这是没有加过的 我们的这个已经加到10了 这把盾了 这里看不到 算是让我们直接先升级吧 很遗憾 还差最后一个光级牺牲室 但是现在他的低等能力 已经是到了74点了 看下这个抵挡能力74点 比我们这把现在这个包子盾牌是70点 还要高出4点 可以说是非常变态 而且他的各项这个法术火箭神的防御力都高了 所以说也是可以说我是这个游戏中应该是最好的盾牌了 但是好重啊 先看一下我们是52.9 貌似超了0.4吧 这样的帽子就可以了 不错 这样的话 我们等于是这个boss应该是正式打过 然后也是很很不错的 但是获得了一个这个 这个银骑士盾牌 看一下这个盾牌怎么样 我发现这个银骑士 他这个 他这个有一个就是一个上来的直刺 这个突击啊 发现这招我是很难很难招架下来 也是也是挺挺难的 这个没有办法 只能是多练了 发现长矛的这个其实还算是比较好招架 毕竟是打得比较多了吧 没这样算了 我们这个戒指啊 戒指还是基本上带的吧 因为怎么说呢 这些骑士突然会掉落他们的这个盾牌 他们的武器其实也是会掉落的 所以说可以是也是要想要他们武器的话 他们那个武器啊也说都都不错 长这个带矛的这个武器 他是掉这个银骑士长相 貌似这个攻击距离也是非常的远 然后剑 在剑的那个骑士呢 他掉的是他自己的这个银骑士剑 这把剑 就是这个攻击力速度非常的快 应该是一把短剑吧 总之非常攻击速度非常快 而且是可以应该是可以进行附魔的 这样先把这个军人引上来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呢 他是有两个军人的 哎 其实我发现 刚才是算直接跳的 主要原因是我刚才 我是转向了 从他这个等于是他在当下边 等于是打了两下 发现是什么都没有打到 哎 这个打的不太好 但是不太好 不太好了 这个大家看没有 刚才这个攻击 就直接是从他那两腿之间 哎 我天啊 反正是从他两腿之间 整个是戳了过去 这个也是 就是到尤其这个时期吧 我们在这个长枪可以说 打算是 我实在打算是 快换掉他了吧 这个基本上就是用到我们之前那个boss 哎 怎么防不住 好奇怪 刚才我怎么 我这些东西这个按键什么的 怎么是按不出来了呢 你敢加血 这样我们 我们要来这里呢 好 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呢 实际上呢 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看 大家我把是boss的人 是杀掉了 但是杀掉之后呢 是没有 哎 这个其实就过来了 杀掉之后没有 是去他这个最后这个 他等于是奖励物 房间主要原因是 我们这个杀害防火女 这个东西 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大厅 从这个大厅里呢 先是 先在 你在这个大厅里使用 然后呢 可以实际是侵入罪人的世界 可以看在这使用之后呢 等于是 等于是正式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大家要是远处看的话 有两个 一个是两个白白白闪闪的人 还有一个金闪闪的一个人 这个金色的那个就是实际上 之前是我们从那个 他要记得的话 是从这个一个牢笼里救出来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由于我们现在是化身成了这个恶灵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元素瓶 是没法使用了 在这种地方呢 我们唯一能加写的方式 只需要人性 所以说也是要要注意一下吧 哎 这个地方呢 我是建议大家呢 直接是利用远程 看能不能是再射到一下 还没有射到 没有射到的 没有射到了 总之呢 是先利用远程的 先把一个 先把一个敌人给引过来 这个敌人呢 还算是非常的危险啊 主要原因是呢 我觉得呢 我们要跪 直接是跪掉了 这是我的一个失误啊